你要是在去年就看見這個趴數的話 你不是跟我一樣瘋狂的借錢嗎 對呀 就這樣子 要是後面更大的 那你現在也有瘋狂的借錢嗎 對啦 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我過去已經努力了10年 從哪年開始 97年大概2008年開始吧 97年大概從這個位置 是不是我很會賺不是 是剛好趕上這個土運 就是房貸利率在2000年過後大概趴在2 2趴啦 一直到2020趴到1 因為疫情的關係趴到1 2020、2021這兩年 房貸就趴到1了 趴到歷史最低了 那當然這中間有反彈到接近3 後來都趴在2趴左右 大概趴在2趴左右 租金其實一直都是5趴啦 除了台北以外 沒有錯 所以台北市不能買 台北市以外 都可以買 你就會有這個趴數嘛 控制的好你每年其實就會賺3成 其實有很多的縣市租金投暴率是超過5趴的 因為房價便宜嘛 租金相對就高了一點 這樣聽懂意思 有時候買的房子其實又比市價還要低 其實這個17%是在上升的啦 後面這個價差呢 大致上就這樣子 2016開始啦 2016 因為大家知道 2016大概就是個低點啦 你從2012開始買也可以啦 我們是從2008 2008年 民國97 7年底吧 2008年 好 我不是說